如果说地球上最像外星生物的动物 那么非章鱼莫属 无论是它的外形还是它神奇的能力 都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地球上的生物 可能大家伙经常在市面上见到 不觉得它稀奇 但是听听科普君为大家说一说 你就知道章鱼的很多秘密 跟以往对它的认知有所区别了 章鱼属于无脊椎动物 它的身上的技能可以说是五花八门 比如伪装 比如再生 比如变形等等 它的生理构造更是奇特 它拥有三颗心脏 两颗负责给腮供血 一颗负责给全身供血 它们还具有鹦鹉一般的慧 这估计是它们身上最硬的地方了 全身上下都没有骨架 八条布满了丰富神经和吸盘的手臂 它能通过极度扭曲自己的身体 来通过异常狭小的空间 科学家一般认为脊椎动物 比无脊椎动物聪明得多 但章鱼和其他无脊椎动物比起来 它的智商高得就像是一个叛徒 目前地球上生活着150多岸种动物 极其幸运的是 我们是这些动物中唯一拥有高智慧的生物 而人类之所以能拥有高智慧 除了发达的大脑之外 还因为我们的基因数量 是世界上基因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 我们的身体里总共拥有 2万到2万5千个基因 数量巨大的基因 可以承载更多的基因信息 承载的信息越多 能力也就越强 我们也就越聪明 但是前面我也提到了 我们只是基因数量最多的动物之一 地球上基因数量最多的动物 其实是章鱼 它的基因数量多得惊人 高达3万3千组 比人类的基因数量多出来了1万组 众多的基因数量 也让章鱼成为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并且章鱼与地球上所有动物 都不一样的一点是 它能自主改变自己的基因 人类确实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基因的 或者说人类对蛋白质的编辑能力有限 但章鱼可以 通过改变自己的细胞功能来适应环境 不仅如此 章鱼厉害的地方还有 比如它有两个记忆系统 一个是大脑记忆系统 另一个记忆系统则直接与吸盘相连 而我们人类只有一个记忆系统 那就是大脑 如果我们想要让我们的四肢 完成一些比较复杂的指令 就必须让大脑负责控制具体的操作步骤 但是章鱼不一样 它的万族内都有独立的神经锁 可以独立完成很多复杂的任务 章鱼的大脑只要对万族下达一个抽象的命令 章鱼的八条腿就能自己思考需要做哪些步骤 由于缺少大脑和万族之间长时间的链接 它们时常会控制不住自己 虽然人类的脊髓也可以完成一些低级反射 比如说膝跳反射 缩手反射 但是章鱼万族的神经锁的自主程度 可比人类高得多 有人说章鱼是来自外星的神秘生物 比如说它的眼睛远比人类的优越 我们经常把人的眼睛比喻成照相机 但是它却比照相机复杂得多 我们眼睛里的视网膜就像是相机里的感光底片 专门负责感光成像 是我们视觉形成的基础 一旦发生萎缩或脱落等病变 视力会严重受影响 按理来说 感光细胞应该在最外层 结细胞在最里层 但是我们的身体很叛逆 就是反着来 这种反着来的操作 就会导致我们的视网膜很脆弱 而章鱼的眼睛则是正确示范 不仅如此 章鱼的记忆能力和学习能力 也是出奇的惊人 人类把使用工具 作为判断动物智商的标准之一 但是这个标准经常是用来衡量 鸟类和哺乳类动物的智商的 章鱼无需借助工具 它神奇的身体就是它最好的工具 就好比在吃牡蛎的时候 章鱼会利用它的会 在牡蛎壳上开一个小口并注射毒素 接着往壳里扔一个小石子 防止牡蛎夹到它的触手 章鱼不仅吃掉了牡蛎肉 还要霸占它的房子 章鱼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物品 像贝壳、石头、蟹壳 甚至还有掉到海里的椰子壳 它把这些东西收集起来 搭建属于自己的盔甲 来保护自己软趴趴的身体 2016年有一只叫Inky的章鱼 穿越新西兰国家水族馆 越狱了50米长的排水馆 最终回到了大海 更有大部分人知道 章鱼界的明星章鱼保罗 这只在英国出生 德国长大的章鱼 在世界杯的比赛中 预测14次 猜对13次 成功率高达92.5% 堪称不折不扣的预言家 说到这里 或许你还是觉得是巧合 但巧合的就是那么神奇 被人类以为来自外星的神秘大章鱼 还有一个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的功能 就是它会变色 在章鱼的面前 变色龙的那些本领简直不值一提 和变色龙相比 章鱼几乎是瞬间就能完成变色 它皮肤的表层 有着数以千计的墨囊 它的颜料储存在这里 当受到环境的刺激时 它就会将肌肉缩紧 让墨囊打开 将颜料释放出来 它还能根据周围的环境 将自己的外观 设置成不同形状的颜色 比如条状 带状 点状 有时候也会通过改变 特定部位的肌肉收缩运动 来改变它们皮肤的粗糙程度 比如海藻章鱼 就能在短时间内 把自己变成一缕一缕的结构 随着海水浮动 仿佛是真的海藻一样 以为它们的伪装术 就只有这些了吗 这还不够 除了这些 它们还能进行理态 它们软软的身体 非常有利于它们 不断地改变外形 有的章鱼 能让自己变成海蛇 笔木鱼 海星 珊瑚等15种生物 简直就是伪装大师 章鱼的再生能力 也是不得不提的 它的触角断了可以重生 如此多的超能力 让人怀疑章鱼根本就不是地球生物 一些科学家认为 章鱼可能会成为 第二种高智慧生物 甚至认为章鱼是取代人类 成为地球第三代霸主的最佳生物 科学家之所以怀疑章鱼是地外生物 则是因为在 5亿4千万到5亿3千万年前的 寒武纪时期 在地层中突然出现了门内众多的 无脊椎动物的化石 这也被称为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虽然生命是爆发了 但是科学家困惑了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说 生物的进化是循序渐进的 但是为什么在寒武纪 突然出现了这么多的无脊椎动物 来自世界各国的33个科学家 在论文中共同宣布 这些生物可能来自外星 并着重地拿了章鱼来举例 他们认为 寒武纪之所以会有生命大爆发 是因为有一颗携带着 大量细胞有机体的彗星 被地球捕获 从而引发了生命大爆发 但是章鱼的进化还有许多限制 俗话说得好 上帝为章鱼开了一扇门 也为他关了一扇窗 章鱼是非常聪明 但是他活不长啊 章鱼的寿命只有几年的时间 即使是生活在理想的生存环境中 他最多估计也只能活到7岁左右 重要的是章鱼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独居的 毫无社会性 只能靠基因遗传和独自领悟 一只雌性章鱼在照顾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会停止捕食 并紧紧地看着自己的孩子们 这让他们在自己的幼崽孵化之前就饿死了 并且他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只有在水温不高于30摄氏度 或者不低于7摄氏度 或者说海水的比重不等于1.02 才能健康成长 在淡水或者低岩环境中 章鱼都活不了 环境的限制让章鱼只能生活在海里 而从海洋动物进化成陆地动物 则需要上亿年的时间 到那时候 人类也不知道进化成什么样了 好了 今天关于大海怪物的科普就到这里了 你有什么想听的科普小故事 不妨留言告诉我 科普君讲给你听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